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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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说不对喔 他说那个人站在那边 他还是没有走 他是一直拉你的西装后面 他说还有 你 他说你的鞋子底下有水 一看 我们都在船上 我们没有下去 是 结果跟那个船长一讲以后 跟那个船长一讲以后 那个船长说 他说他去看 一搜索是有 那现在就跟他说 你们这一次的旅行 还有一个人帮助你们 否则你们早就出事了 可是我们都没有讲 我们都没有讲 我们要直去拜拜 说又回来了 来报名案 那个什么冬季 然后就在讲说 那因为那个人跟着你们回来 居然就在门口 我奇怪了 后来因为闹得受不了了 结果也是被拖沫 被这所谓的 这些华航的罹难者拖沫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台湾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认为他们活着 还没通关 他们还没有通关 是哦 所以后来就把那个路关的那个章 去放在海关那边 请他们自己盖 这个是百分之百正确 大言说 这真是恐怖 一个人比较大的 找到那个救护人 都过去看 救了 多一半 这半的人 那个人是驾驶 对这个世界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 自从四川的强政开始以后 全球已经开始了 世界组织这些救援行动 政治上还有军事上面 也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救援活动 其实元首旁边像金国先生也那个失忠过啊 对啊 收山啊 然后叫孔令城 对啊 他们去那个收山 收完山 那还好没有超过晚上12年 不然的话 然后蒋总统就知道了 不然的话 蒋经国会跟蒋校为一样 因为他们都要打那个胰岛素 胰岛素血糖过低就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金国先生 如果血糖过低 那个体温过低跟血压过低的话 室温也会曝湿在那个山区里面 所以而后就是他们就在蒋经国旁边 就安排大概12个护卫吧 12个护卫就跟蒋经国 大概那个进进出出 这是蒋经国的故事 但是那我讲一个是非常感人的 就是说在国共对视期间 他们那边有水鬼会摸到这边来 这边也会摸过去 那我们这边摸过去 虽然是成功了 成功他也获取了情报 他有讯号打回台湾 然而我们台湾 然而我们从金门派员过去的时候 他把那个情报的 他收集到的情报 就是藏在那个 叫做挖鞋的那个 挖鞋孔 这里有一个孔 他放在挖鞋孔里面 那这个情报是非常重要的 结果呢 我们这边派过去的两个人 那在那里 也是两个人身受重伤 但是你不能被他们俘虏 结果没有办法 他说这样 你干脆杀死我好了 可是杀死我 不是你要背一个死人再游回来 是非常累 结果 结果挖人都有那个包嘛 还有那个袋子 用绳索把一个人他发 大卸八块 卸了八块以后再带回来 记在腰间上 记在腰间上顺着那个水漂流到 那个就是他们游回金门的时候 就把这些人带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说 当紧急救难的时候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当这个人没有希望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置 对啊 要放弃他的时候 你要放弃他 然后你放弃他以后 你还想把他给带回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置 就是只好分失了 分失了 没有 就是天人交换 就要讲一下98年的那个 其实刚刚讲到地震 四川的地震是天灾 我讲人祸 98年到印尼去采访 采访什么呢 印尼的排华 印尼的排华 印尼人 印尼华人 我不要说什么 其实我想最惨的地方 是一个大概有500个妇女 被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叫他们全部偷光光 然后全部轮间 华侨润 最小的我记得才9岁 9岁的小女生 然后中间有人被轮爆到 休克死掉的 你知道吗 那这个事情呢 一直被压下来 中国啊 中国啊在这个事情上面 完全通通不吭气就算了 他连这个时间 他还援助印尼啊 4亿元 拜托 那这个事情呢 整个印尼的华人 已经觉得说 中国也不来救我们 台湾跟我们 其实在印尼的华人 大部分通通来自于中国 你知道吗 但是中国呢 因为国际 就是他说 我们不能干预人家的内政 其实他不是干预人家的内政 他已经是你 你的华侨在那边受到当地 印尼受到这么大的一个 那时候呢 我在地域的周刊 然后派我到印尼去采访 你知道看到那个情况 所有的 你会觉得说 如果你身上有一把枪的话 你真的 你真的会去 去 打死那些人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当然我们身上没有枪 我们只有笔跟照相机 所以只能够一直 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像这一整个印尼的 这个华人被人家欺压 烧杀土对这个事情 最后是谁去救援的 最后是台湾派的军舰 到了印尼的外海 然后还有包括美国 在在政治上面 给他们的一些压力 一些压力 然后我们媒体 在在各个 就不管是新岛日报也好 因为那时候亚洲的媒体 开始很关注这个事情 才在很重要的版面上面 把这个事情报导出来 报导出来之后呢 中国才开始 我们应该对这个事情 要去重视什么 所以印尼的整个排华的 你知道吗 那不是人祸 但是长期以来 一直被印尼的人民 欺压什么的 竟然中国 根本都不理会这些人 我来讲一个 毛泽东 怎么逃过人家 要政变 要杀他的这个事情 暗杀毛泽东 这也是一个超级救援行动 但是他自己救自己 所以毛泽东不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谁要杀他呢 就是林彪 林彪要杀他 林彪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二把手 他一直希望说 布主席 这一个搞一个主席当一当 他一直希望当主席 老二要干掉老大 对 他要干掉这个毛泽东 对 那要什么情况之下干到毛泽东呢 就是在火车上 你看这个是毛主席 这个是毛泽东的这一个 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汪东兴 后面就是所谓毛泽东的专列 就是他专用的这个火车 那林彪呢 就想利用这一个毛泽东到南方 尤其是在上海 上海是这一个林彪他们的势力范围 林立果 林立果是这个空军的司令员 这个作战部部长 他呢就是想用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说 他那个毛泽东的火车 停在那个虹桥机场旁边 有一条铁路 旁边有个油库 大概150公尺左右 他们第一个方法就想引爆这个油库 然后如果这个专列烧起来 但是没有烧死的话 立刻派军队上去把汪东兴先干掉 然后再干掉毛泽东 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用这一个火焰喷射器 第二个方法是用火焰喷射器 一共有七种方法 还包括用飞机轰炸 小静老师什么都想到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怎么有警觉性呢 他已经知道说林彪要干掉他 他就是虚与尾蛇 跟林彪下面的一些人 包括有一个叫王维国的人 王维国就是等于是爆马仔 就不断的去探听这个毛泽东的消息 毛泽东就跟他虚与尾蛇 跟他虚与射老半天 然后他很聪明 那个专列就一直在上海杭州 南京四周穿梭 让林彪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要留在哪一个点上 然后又告诉王维国说 我要留在上海 那王维国细以为真 他还告诉王维国说 你们去景江饭店吃饭吧 放心我在这边待一会儿 结果呢 那个王维国他们去景江饭店吃饭 喝酒喝得醉醺醺醺的时候 毛泽东的火车已经一路往北开 回到北京去了 那所以他们这个政变就失败 对 所以这一个救援行动 如果成功的话 林彪就不必跑掉 林彪就不必跑掉 你看这个是 这个毛泽东他整个警卫团的人 整个警卫团的人 大概一千多人 就是保卫他的 但是最后终于失败 失败以后 林彪就外逃 外逃很惨 他在这个内蒙啊 飞机在 温都尔寒的附近啊 坠毁 死掉 死在那边 你看这个是他的这个整个遗憾 就是他要发动政变失败 被反政变 只好跑掉 真的 逃的时候 只好跑掉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救援行动 非常典型的一个救援行动 所以这个 讲到毛泽东了 这个毛泽东 请问各位 毛泽东这辈子最恨的人是谁 你都会以为是蒋介石 蒋中正对不对 不对不对 毛泽东这辈子最恨的人是戴笠 戴笠又是谁 在戴笠 戴笠就是中国的情报之父 那时候你 虽然不是军统干的 那时候其实在整个中国 对日本跟对中共 在中国大陆的斗争里面 戴笠一个人 可以至少拥有十万名特务 这是号称 而且他最特殊的是他一个人可以布线到所有的里面 毛泽东在延安的主任秘书就是他的部下 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主任秘书就是毛泽东的演讲稿 毛泽东今天做什么东西他都帮他记录 你就知道后来还到了台湾 那个很有名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戴笠 当时戴笠后来不小心在一个空难事件中撞了戴笠死掉 毛泽东听到消息以后在延安大肆庆祝三天三夜 他说如果戴笠不死 后来不是整个中国大陆全部江山拿下来吗 他曾经在这个后来本来的直径城 后来天安门前面说如果戴笠不死 他至少要晚十年才能够拿下中国大陆的江山 你就知道他多恨他 然后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说 这个毛泽东对戴笠这么恨 他是怎么对付戴笠跟他的后人 很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太太也姓毛 跟蒋宗正一样也姓毛 可是一样婚姻不幸福 因为他很有女人缘 他曾经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跟毛夫人原配生的这个儿子 长得还跟他蛮像的 脾气也很扭 可是后来就继承他的一波 干到了少将 然后也打了组织一个 在那时候游击战的时候 国共后段的游击战 组织一个一千多人的游击队 跟共产党打 结果不小心被捕 捕了以后呢 那老共就要把他抓起来嘛 对不对 结果在过程中 在客栈里面他偷溜了 跑掉他要回台湾 因为他知道说只有回台湾 那个蒋介石部队在台湾 只有回来台湾OK 所以想尽办法 可是老共很聪明 他已经知道 他们的特务已经知道 你要回台湾之前 你一定要回你的家乡 所以在那边守株待兔 又把他给逮捕 就公开在戴笠的故乡 把他的大儿子公审了以后 枪毙 在所有人的面前枪毙 这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 得到消息非常的痛心 因为他非常的怀念戴笠 因为戴笠对他的贡献非常的大 如果你看过社界的话 那郑平如是失败的 但并不表示他是总统 但并不表示说 他们的特务就那么差 可是当时只要执行暗杀任何一个人 大部分都是戴笠去执行 他等于是 虽然他只挂少将 他一手拿到很有的 很大的一个权力 这时候 国民党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次 所谓的援救行动来了 其实我那个人说不对 他说那个人站在那边 他还是没有走 他是一直拉你的西装后面 他说还有 你 他说你的鞋子底下有水 一看 我们都在船上 我们没有下去 是 结果跟那个船长一讲以后 对 跟那个船长一讲以后 那个船长说 他说他去看 一搜索是有的 这时候国民党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次所谓的援救行动来了 他的第二个太太 第二个太太 知道代理从代理死的以后就非常的低调 隐性埋名 不断的到处闪不断的到处躲 到了后来沦陷的时候躲到了上海 然后呢还把孩子其中两个比较小的孩子交给有人 他们以前的厨师来帮忙自己养就对了 可是共产党很聪明啊 共产党想尽办法要追嘛 所以他不断的不断的躲不断的躲 这时候他们得到风声啊 那个蒋介石下令一定不管如何 因为代理的妈妈代理很孝顺 可是他妈妈在沦陷前就已经死亡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代理的后衣给他救出来 不管任何代价 那时候的头子叫做毛仁凤 由毛仁凤亲手去策划这整个救援行动 从台湾这边派特务潜进去 因为潜进去以后当时其实早期的时候 在大陆各地尤其是上海还有很多的特务 是国府特务就对了 潜到上海以后知道他们隐姓 我们躲在那个地方 所以联络当地的公安局里面的特务 阶级还蛮高的 想办法找到他们 然后要把他们带回来 可是想尽办法做了伪造的文件 也偷了官房 然后盖了文章 盖了这个官房的这个章 然后呢准备要逃的时候呢 最小的儿子跟最小的女儿带不出来 因为一次只四个人 因为客户一个人嘛 妈妈一个人 两个孩子大儿子二儿子 其他带不了 特务就想我先把他们三个先救出来再说 先救出来再说 一路用这些假证件 然后呢从上海辗转不断的换火车 一路还经过很多的公安局来盘查 终于到了广州 再从广州想尽办法用各式的方法 再加上他们这些特务的协助 又到了香港 再从香港来到台湾 那后来这些都蛮 他的后代这些都蛮有出席的 都到美国或到台湾做生意 有所成就 可是留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小儿子 跟小女儿就蛮可怜的 怎样 小女儿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他从小就跟着人家去劳动 劳动服务 然后去干嘛做最苦的东西 到他16岁那一年啊 后来才知道说 才知道说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是戴笠 他有这样所谓黑五类的这种身份 然后还好在那种很 非常很显恶的环境里面 这一点就要包养这个男的 他喜欢这个女的 结果呢 人家跟他讲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他是戴笠的女儿 他还是跟他在一起 而且经过好多年以后 还是跟他结婚 那所以他就很平淡 但是他的小儿子 他的小儿子 托户给他的这一个人 三年后他特务身份 曝光 结果小儿子就到孤儿院去了 从此他很小就在孤儿院长大 一直到他都不知道 自己发生什么事 但他小儿子 任何事情因为都是自告奋勇 所以呢 要比如说 今天我们大家说要劳动改造 要到什么地方去花粪图墙 需要自愿 他儿子就第一个报名 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关系啊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他虽然身为戴笠的儿子 没有遭到太大的刁难 只是他的儿子跟女儿 可怜的是遇到了最高最要命的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 所以历经了十年浩劫了以后 才继续在中国大陆这样子活下去 后来在几年前 他们一起回到了台湾 申请探亲到台湾 四个孩子跟他妈妈在台湾团聚 这个就是国府拯救戴笠下辈的这个故事 东山岛的救援任务也是失败啊 好惨喔他们 东山岛是因为那些闪兵是美国帮我们训练的 连闪剧啊空降狙剧啊都是美国人送给台湾的 那那个时候空降军他们尊奉的领袖是谁 是宋美龄宋美龄非常照顾散兵 但是为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他们就从金门准备两栖登陆 应该讲三栖登陆 三栖登陆部队上了以后 然后散兵部队要救援他们 是空降八尺门 他空降八尺门的时候来那个阻挡共军到东山岛 结果发生一件什么事 结果飞机飞飞飞飞没有到达八尺门 而是八尺门的下方 那刚刚好他挡不住 所以很多散兵在那个空中当作火把 全部都被打掉 不过我们那也厉害啊 台湾那也厉害 把东山岛所有的男人通通抓到台湾来 干嘛 然后让东山岛变成了中国大陆唯一的寡妇岛 是喔 就是说你把我的人通通都给杀掉的话 我就把你男丁壮丁全部都掳回台湾了 那有虐杀虐待吗 倒也没有 然后这件事情是一直到2000年 2000年以后 尤其是2001年 他们做了报道说 东山岛的女人三分之二的丈夫全部都在台湾 所以东山岛叫做 我讲的是十分钟的救援行动 四个勇士救了美国总统布希 911大行那个恐怖行动的时候 有一架飞机撞到这个匹斯堡的101 民众说他想说奇怪 这个整个世贸大陆的双子星已经被炸毁了 怎么还有这些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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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后来所有的抢救人去把黑盒子找出来 他发现说原来这当中有四个勇士 这当中劫机人劫到了之后他们还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的时候情况之下 他奇怪怎么搞 他打电话回去给家人 有一个勇士打电话给他老婆 他老婆说现在美国已经遭受到恐怖分子攻击 有双子星已经炸掉了 你们自己要注意 他就撒住 但是他撒住的时候他不紧张 就跟其他四个一个工程师 一个医生 四个人想看不对 已经有恐怖分子已经拿了枪压着他们 他们四个人站起来 就把这个 他们已经抢到这个所谓的驾驶舱 他们进去把它挤出来 但是挤出来当中 飞机已经朝着白宫的方向起始 这个中间他们已经知道了 说兄弟们 我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要往下滑了 就这么十分钟 飞机由他们自己拉着 拉起来 往到这个匹斯堡那附近的一个空旺地方 所以撞到别的地方了 如果再晚十分钟 不惜就撞起来了 这一段对话跟录音 包括他大哥大的对话 包括跟塔台的对话 全部有公布 没错 黑盒子已经公布之后 他们英勇司机 OK 那个 这边有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刘少奇 就是刘少奇是当时中共的国家主席 去访问这个柬埔寨 这一张照片是事后拍的 那这个照片显示什么呢 有一次就是说台湾 国民党政府 那个情报局要去刺杀这个刘少奇 但是呢 中共方面很早就得到消息 然后就开始部署 但是国民党方面 他的有一个情报的领袖 叫做张佩芝 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当地的一个联系人 居然是一个照相馆的老板 那这个老板呢 跟这一个中共的这个大使馆 有联系 有联系 什么样联系呢 因为这个照相馆老板的儿子 想去读北大 但是没有机会 那这个大使馆就说 你只要帮我们工作 你儿子可以免费的去读北大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就帮大陆方面做事 那所以国府方面派的情报 情报的这个人员 要去刺杀刘少奇的人 一共有四十几个人 那全部都在那边拍照 拍什么呢 就是拍这一个护照的照片 那同时呢 copy一份给大陆方面 那换句话说 这46个人本来要去刺杀他的 但是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在机场的路上 都已经挖了坑道 挖了很长的坑道 要去刺杀 甚至于强力的炸药 都已经埋好了 但是就是因为 这个照相馆的老板 已经把所有的情报 都跟北京方面报告 所以一往成期 一往成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救援例子 像我亲身经历的作诊 是两次 其中的一次你知道吗 悬到什么程度 我坐证在电视台 然后突然发生空难 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差不多是李登辉在担任总统 先后两次 一次是华航 他在木斗宇迷航 就是飞机飞到那个木斗宇去了 就是我们讲找飞机 找飞机找到大海里 所有的探测通通都没有 对啊 通通都不理 许昊平一个 我一个 还有一个谁 我们三个 你们来宾在镇影棚里面怎么救援 那个时候我还是记者 那我先讲第一个故事 我们三个 三个在那边弄来弄去 不知道哪一个记者通灵 他说你后面站了一个 我说你讲的是我吗 还有许昊平说 那你讲的是我吗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记者 他说不会吧 他说不会 他说没有 他说我真的看到一个人 站在你后面 他说你先不要动 然后我们马上去找船长说 这个是什么地方 他说飞机怎么会飞在这里 我跟你讲 他在这里 很多人看到他在这个地方 坠机到那个台湾海峡里面 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是在这个方向 西北方 差很远 差了将近18公里 结果那个人说不对 他说那个人站在那边 他还是没有走 他是一直拉你的西装后面 他说还有 他说你的鞋子底下有水 一看我们都在船上 我们没有下去 是 结果跟那个船长一讲以后 对啊 跟那个船长一讲以后 那个船长说 他说他去看 一搜索是有 好了 这些电视台的通通回来了 结果发生一件什么事 你什么 邱复生 他怎么了 邱董啊 他又到电视台去 邱董说 你从什么地方回来 澎湖啊 他说你最好赶快去拜 又说你有跟一个人 他说那个人他还跟着你 跟着你 结果当他拜的时候 好 突然那个旁边的那个 那个不叫当机啦 就是庙里面的一个修行的 是 他说 他用闽南话跟他讲说 你做善事如何如何 他说明天 你要烧多少金来 给那个 给那个人 灵 给那个灵 结果你知道发生意义 说不会吧 他说那我做善事 我还烧给他 结果当天晚上 就看到很多人 华航空难事件的一些人 包含空姐在内 一个一个向他打工做 他吓死了 他就回来一想 他说不对 他不对 然后他去问 那个邱附生 那我名字直接讲 他就去问那个邱董 他说你到底看到什么 他说我就看到你 把机长 还有一些人 全部带回来 离难者都带回来 离难者全部带 没有 那个时候已经发现了 这是一个 是发生救难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李登辉的 领航机的飞行员 然后突然飞机失事 飞机失事前 那我都有 我都有碰到一个人 一直跟我拜 那三三姐姐就跟她说 你们这一次的旅行 还有一个人帮助你们 否则你们早就出事了 那个不人 可是我们都没有讲 我们都没有讲 我妈只是去拜拜 说又回来了 来报名一下 那一个什么 冬季 然后我就在讲说 那因为那个人跟着你们回来 居然就在门上 我奇怪了 前几天 我都有梦到一个人 一直跟我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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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姐叔叔 前几天 那我都有 我都有梦到一个人 一直跟我拜 然后那天 说也奇怪 余家章 公司的余家章 他那个时候 他也在做电视机 我说说 你告诉现场指挥官 大概是在什么区域 那个地方是有个山岸 他说 那余家章突然电话打回来 说 诶 尸体找不到 我说你马上告诉现场指挥官 就那个位置去找 你把直升机吊起来 已经找了两天了 你知道 结果你知不知道 他那个驾驶舱是完整的 人是什么 被压在直升机下面 压扁了 结果说也奇怪 那公寄的时候 那我去那个上乡 结果那个整个的乡楼 你知道发生一些什么事 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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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书 那空军的一些长官 他说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们问我 我就直接聊到跟他讲 他的坐机是我发现的 他的尸体那也是我那个发现 他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我说已经缠了我一个礼拜 原来龙王哥有灵异体制 没有 为什么这两次就连行动 我跟你讲 这种不是灵异体制 而是说 真正是说 我们从澎湖回来了以后 突然间他们跟我们讲 就是直接聊到 就包含连邱福生他都讲 他说怎么会带脏东西 结果他事后再开天眼看的时候 就是好的 他说当你看过一次以后 未来你的潜能值要激发的话 你也会看到 对 你也听你听得通的不是 既然切身经验要讲一下 那我会讲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ticky的 我对这种灵异 我是从来不相信 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在80年左右的时候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环岛旅行 开车 结果那一个鬼 鬼救人 那个鬼真的救了我跟我妈妈 怎么救 因为是这样 我们在太平山的时候 在太平山去过 怎么可以把它讲出来 因为那个是一个公家单位的一个山庄 那我就记得我们住在二楼 二楼那天晚上我跟我妈是住同一个房间 我就听我妈在声音 做梦的声音 不是什么其他的声音 做梦 我听他嗯嗯啊这样子 然后我就起问我妈怎么讲 不舒服吗 我就去摇他 我妈后来被我摇醒了 我妈说 刚刚我去拜拜 我居然在那边拜拜 她说没有 来我带你去看 我妈好像突然就熟门熟路一样 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去 我妈带着我 然后呢从那个楼梯转下去 转下去之后呢 一个回转 就在楼梯口下面呢 有一个徒弟公的那个 神像在那里哦 结果呢我妈就说 刚刚有一个妇人 带着我到这边来拜拜 我说你这个是太虔诚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们出来玩啊 不要装神弄鬼的 但是我心里面这样讲 可是我也不敢得罪我妈 对不对 总是要OK好 结果呢 回到我们那个房间之后呢 我就开始睡不着了 因为我妈妈就在那边 就是心神不宁这样 然后我就打开他们那个 房间的抽屉看看有什么 发现了一条红色的女用丝巾 放在那边 我不晓得是不是前面的一个房客 没有带走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有一个女的 对 的用品在那边 我也不以为 好等到天亮 终于等到天亮了 然后天亮说 我就跟我带我妈 我就上路了 那个时候的那个 梳花公路啊 是单向通车的 是还没有像现在是 现在双向 以前是只有单向 只有中间 只有到中间停的 然后那你才能会 对 那我们是南下 南下绿灯了 那我们才开始开 对不对 开 那当然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印象中 你前面不会有车过来嘛 车就开 在一个转角的地方 一转过来 大卡车 滴 我跟你讲 对方是一个原住民 你没有转吗 我跟你讲 大概就差一点点吧 闪过了 两个车就撞上去 而且旁边就是 你知道吗 以前就是悬崖嘛 对 撞上去之后 不是他下去就是我下去 对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但是两个车都杀住了 然后就直接在那里 谁感觉是 好 OK 那这个是一个应该我们要发生事情的 的一个timing 可是我们就这样子停住了 然后过了之后呢 我继续带着我妈妈去环岛 回到台湾之后 因为中间我就不要再讲了 回到台湾之后呢 台北 回到台北 对 回到台北 我妈就去拜拜 就去问那个三太子 我妈妈就很信她 对 然后就拜拜 那三太子就跟她说 你们这一次的旅行 还有有一个人帮助你们 否则你们早就出事了 真的不然吗 可是我们都没有讲 对啊 我们都没有讲 我妈妈只是去拜拜 说又回来了 来报平安这样 那一个什么 冬季啊 去冬 然后就在讲说 那因为那个人呢 跟着你们回来的 居然就在门口 哎呦 我奇怪了 然后 然后呢 因为我妈妈她说 她说我妈是有缘人 所以那个人呢 看到我妈妈 就认为说我妈妈呢 是可以帮她度化的 对 所以她就一路就跟着她 所以再发生 那个车祸的那个当时 是她帮的嘛 所以我们就没有发生 那个车祸 然后一路平安回到台北 然后呢 说 请我妈妈 要帮她度化 就是烧一些 办一个法会 然后把这功德呢 回向给她 她就可以去超度干嘛的 OK 我想 我长这么大 碰到这个 就是妾身的事情 但是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真的有鬼这个事情 而且还会救人 不过 而且我打个插 这个我非讲不可 这个 他们讲的都是一个 而且都清晨题 那这个是一个真人的故事 要有关救援的 没有 但是我们有人采访过这个 好 这个医生是台中的一个妇产科医生 在2004年南海大海啸的时候 他义务的跑到南亚去救人 他在那个地方当作医务的医生 救了两千多个尸体 不管是哪一股人 德国人也好 哪一股人也好 他都救 这次穿症 有医务人员都过牢死掉 好 他那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 因为叫人叫小子 不是叫外人 叫死人 长了失斑 长了斑 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个失斑要治疗 那也没办法 已经救了 而且因为腐烂 所以他有散失斑 这都不打解 他也是拜佛的人 他就有一天 就跟他那个住室有一个拜佛 这个住室说 你后面对他说什么 他说两千多的 而且都是老外 大部分都是老外 参加救 还有一些就是东南亚那种 肉比黑的 但是看见他也说是老外 他说你后面怎么那么多人 而且男男女女都有 都是外国的 好 怎么处理呢 这些人是两千多的 要不要跟翻译 好 因为他本身是 会去救他们 所以他觉得是 我救你们 所以他心在这里边境 到最后老师傅就跟他讲说 那没关系 我们做个法会 给他敲动 因为他本身救他了 然后又透过他的 佛法去把他救 后来这个医生 后来就在中部地区 苦山苦敲 从这些故事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 既然鬼是人变的 那么鬼也有好鬼跟恶鬼 对 所以不要看到鬼你就怕 没有必要看到我们的亲人 有时候头七会回来 不要害怕 对 因为他是我们的亲人 不会害我们 刚刚讲到救援 台湾地区很惨的几个空难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华航大园空难 因为他是在降落的时候 叭 那真的很惨 那个现场很惨 非常的惨 那华航大园空难的时候 传出很多 也有很多的读者 打电话到我们报社来 干什么呢 他们被托梦 因为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华航大园空难特别严重 因为东西四散 就很多人的金戒指 皮包里面的钱什么东西 不见了 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 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女的读者 打电话来报社说 后来因为闹得受不了了 结果也是被托梦 被这所谓的 这些华航的罹难者托梦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台湾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认为他们活着 还没通关 他们还没有通关 所以后来 就把路关的那个章 去放在海关那边 请他们自己盖 这个是百分之百中心 大眼光的时间 真是恐怖 一个人比较好大 找着那个救护人 就过去看救护人 多一半 一半的人 那个人是驾驶 有一个女的读者打电话来报社说 拜托你明天把她登出来 请谁给她拿走的还她 那是她的订婚戒指 那是一个罹难者 是一个女性 她不断托梦一个礼拜 她说如果托梦一天两天 你可以说是因为我看电视画面 所以受到影响 联讯 我只要以人毕责 就来托梦一个礼拜托 拜托 她只要我告诉你们媒体 然后你把她登出来 对不对 请人家还她 那后来有没有还 我是不知道 就还一个金戒指就对了 那是她的订婚戒指 然后呢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传说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就没办法超生 没办法轮回 所以为什么女后要把韩信给吊起来呢 上不着天上不顶天下不着地 所以有意思一说就是 华航大航空难的这个飞机 因为当时他们死的时候 是在那个刹那间 围困在这个航空器里面 事实上他们还没有走 那因为就没有办法证明 后来为什么会 因为怪事越来越多 因为你知道飞机场 桃园中正机场 它到深夜最后一班飞机降落了以后 它不是休息 它必须开始进行一些所谓的维修 所谓的什么东西 这样开始 那但是它的海关 那些都要休息了嘛 因为没有飞机嘛 对不对 后来因为闹得受不了了 结果也是被托梦 被这所谓的 这些华航的罹难者托梦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台湾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认为他们活着 还没通关 他们还没有通关 所以后来就把路关的那个章 去放在海关那边 请他们自己盖 这个是百分之百正常 大眼光的正常真是恐怖 我到达现场是跟着销 那个救护车 我一会这样进去 我们一票机子进去 进去的时候 摸摸摸摸 原来里有一个篮球场 那栋大楼已经被坠毁了 然后后面的燕子里面 因为有状态了 进去的时候 你去看的时候 你现在上车都打败 有没有 吊在身上 吊不是只有吊人 又吊手 吊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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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人家说 那时候他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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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们过来看看 然后几个人比较好大的 找着那个救护人就过去看 救了 刚才一半 一半的人 那个人是架屎 那个人后来知道证明是架屎 因为他拢毁了整个半价 当好在那个篮球架的下面 你们记者去现场 不是都会采到尸怪吗 所以我们就采到尸怪前景 回来一下 还有内障 内障 他很多那个 很多那个肠子都还挂在 都还挂在树上 所以后来 我们有一位同事的太太是电视台记者 那因为她不是社会记者 像我们知道 我们看多解剖还是命案现场 有什么人体的构造 跟里面内部是什么 我们大概都知道 有的人你没有看过尸体 你不知道里面 白黄黄那是脂肪 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 结果它是临时 因为发生 赶快第一时间电视台 就抢到现场去嘛 对不对 然后就SNG嘛 那时候第一时间没有马赛克的 因为大家就要唱 我就看到我们同事 她的太太 她就拿一个麦克风 她说很奇怪 就是空难现场 找不到尸体 我就看她踩在那个 肉 四块 我就看到她 那还没讲完 回去了以后 因为大家都知道很惨 她也知道很惨 可是呢 通常会得到一种叫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可是这个要一段时间 以后你才会呈现 那她因为很紧张 又搞不清楚状况 又无厘头 所以呢她回家以后 还是睡觉 还是洗澡 可是她一直连续三天 遇到托梦 有人叫她 把她的尸体还给她 把她的肉还给她 对 她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人家同事 才点醒她 你的鞋子呢 在你的鞋子上面 我告诉你 那些鞋子变开 里面又有肉 后来赶快把这双鞋子 送回那个现场去交给人家 当作好像当作那样 不能不相信 你刚刚才 曹新哥那个故事还没有完 就是她后来那样整个 我们踩着这个进去的时候 当中那一栋大楼有一个 她无辜 你家里看电视 蹦下去了 去抢救一个小孩子 但是抢救过程当中 因为徐远东那时候 也在那里 所以当时抢救那个小孩子 叫做抢救到最后 还是没有救过 对吗 就是主定好 但是有一个客人才输去 我这众贵就没死了 所以她正常说 有一个劫难在那里 减注定她要死她就要死 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她以前是民生报的摄影记者 叫杨佳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跟她一起在这个 以前在时报周刊 她骑个VSPA 她骑个VSPA 我就坐在她后面 那她是摄影 我是蚊子 我们两个就是两人组 对 那她呢 要这个蜜月旅行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玩 然后呢 两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 她想说 太太一个蜜月旅行 那我就劝她 我就 我印象中我还劝她说 你干嘛去 那个东南亚有什么好玩的 对不对 你还不如去日本 也比较有意思嘛 比较舒服一点 我那个时候我印象中 我还劝她 她坚持去 她还是坚持去 就是那一次大元空难 全家都 全家都过世 我觉得非常的难过 对 四川的震灾 我最近接到一个朋友 从中国大陆那边 寄来的email 有个故事 这个我们看到 当然都是很悲惨啊 那这个故事可以发人深省 就是说 有时候天灾人祸 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让 墨留遗憾在人间 那一定要懂得 珍惜现在的幸福 对 在四川大地震的 那以前戏大概15分钟 刚好有一对新婚夫妻 跟着公司 跟着一些这个婚纱公司 礼服公司 到了一家教堂前面 在拍婚纱照 而且所有的婚纱照 工作人员呢 因为大家都在拍照 突然之间就觉得怪怪的 那时候他们 对那时候他们以为说 不是那么大的地震 他们不知道那么大的地震 他只觉得怪怪的而已 然后大家因为 开始是从这个竹架竹棚 开始掉落 然后他们开始就散 整个就是 像我们电视上看到一样 飞沙走石 整个场面都是那样 然后呢 整个教堂突然间 在沙拉之间 崩塌 然后整个土灰 把所有在场的人 都变成灰头土脸 有一张照片 我看的非常 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是那一位新娘子 穿着婚纱 然后背对 然后看过去前面的 就是那一个教堂 整个垮掉 那很幸运的是 因为大家都在外面 是没有压死 那现场工作人员 跟一些民众 大概三十几个人 他们互助 后来因为互助的结果 所以一起撑过去 然后逃离 那我相信 对在场的人 包括这一对新人 人家说患难见真情 我相信他们会更珍惜 那从这个事情里面 我觉得这个救灾 跟所谓同情 是不分国界的 我们看到 这个死了六万多个人 两万多个人失踪 都是一个同理性 虽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讲一个给大家听就好了 921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全台湾死亡人数 最多的是东市 东市消防分队 那一天可以出勤的人 只有六个人 然后六个人呢 这六个人里面 一定要留一个要接电话 要处理什么 因为大家都会往消防队来 对不对 所以扣掉以后 只剩下五个人 然后呢 他们只有两部 消防车跟救护车 他就赶快开出去 可是那时候身上什么 就基本的那些救难配备而已 开出去的时候大家傻眼 东市啊总共死了四百多个人 是我们921大地震 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乡镇 可是他交通中断 通讯中断 什么都动断 第一天大家都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然后呢 这几个消防队员呢 就沿路看 因为他们还要赶着去再溢消 因为只靠这几个是不够的 所以赶着去溢消他家 沿路溢消上来 上来这样子 然后沿路看着这个样子 房子就压下来垮掉 他们知道只靠他们的圆锹 跟他双手是没有办法救 可是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呼救 还活着 然后就一路一面哭 一面救 你知道吗 其中一个消防队员啊 他总共救了大概18个小时 他家也住东市 然后呢 他知道整个东西乱七八糟 可是交通也中断 没有办法打电话 他也不能散离职守 因为他还救别人 对 他说啊 他一面惨 一面想办法挖出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921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救出500多个被挖在 埋在瓦砾里里面的人 对 第一时间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然后都靠这些消能源 一消还有民众热情 好想救成功了 18个小时后 他还是不能散离职守啊 因为没人进来啊 外员没有进来啊 他说他就站在 他又要轮班 又太累了 没有办法 所以大家用轮流这样子挖 他没有办法 他就一个人靠在他的消防车前面 在哭 为什么 他想起他的孩子 跟他的家人的太太 他说他在哭 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可是他又不能离开去看 这时候 突然间 有人从后面打一个肩膀 他回头一看 他老婆 他妈哭出来就抱着他 对啊 他老婆 他老婆知道说 他先生是消防队员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一定会去救人 不会回家 可是他又怕他先生担心 那不知道在哪里啊 电话什么都不通 他就带着孩子 出来外面找他 终于被他看到一部消防车 他先生趴了瘫软在那边 他们就抱在一起哭 所以经过这样以后 我觉得天灾会让所有的人 改变他的人生观 更加珍惜 1996年那个土耳其大地震 那时候我还在电视台 就是在当采访主任的时候 外电传回来 有一个报导 看了这个 我眼里就 就留下来了 他是土耳其的头条 他叫做 他的标题叫 这就是母爱 对啊 就是这样 那个妈妈就是这样撑着 撑着 然后底下是他一个六七岁的小孩 小女生 结果撑了两天 撑了两天 结果被救难人员发现了 发现之后 请他再撑一下 他说你们赶快 我已经撑两天了 我已经快撑不住了 是 然后他们开始 哇 然后经过这个媒体的报导 全国都在注意这个事情 对 然后他们救难人员 日以继夜这样 赶快 哇哇 终于把他的小女儿 可以伸到手的地方 把他小女儿拖出来了 拖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他妈妈第一句话就说 我女儿还活着吧 这样子 因为他手还撑着 他说我女儿还活着吧 你知道那个救难人员 放声大哭 真的 因为他女儿已经死掉了 他女儿已经死掉了 可是他妈妈问他说 我女儿还活着吗 那个救难人员 只好放声大哭 跟他说你女儿还活着 骗他 因为他怕他 跟他说死掉的时候 受不了那个打击 对 然后呢 他说